8月24号,故宫学院院长单季祥在出席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节名家大讲堂时介绍了故宫目前的防火措施 他表示,近年来世界接连发生巴西国家博物馆起火,巴黎圣母院重创等文化惨案 故宫博物院目前有1200栋木结构建筑,防火任务兼具 200个高清晰的摄像头 我们加强世界遗产监测物质的、非物质的、动态的、静态的、可移动的、不可移动的 全天候、全时空的监测 那么加大我们的高压销火栓的合理布局 提升我们的防雷设施 研发新型的消防装备 不但我们消防队员要演习 而且我们的机器人也要演习 一旦发生火情 他们会迅速地奋不顾身地冲入火场把明火先灭掉 要保证安全 除了发现火情及时扑救 更重要的是加强预防性的措施 单济祥表示 为此故宫展开了为期三年的环境大清理 将各个宫市散落的文物、建筑构建、香柜、织绣 以及闲置物品等进行规制和保护 然而清理器物容易 清理故宫的植物却是困难重重 过去故宫这个屋顶上长了很多草 生态环境很好 但这草要生存就把根扎在我们的瓦里面 瓦拱生动了 雨水就灌进去 粮架就遭袖 但是要把它们除掉是很难的一件事 大家知道 你把它拔了 没有用 粮长雨下的 它又长出来了 所以斩草要除根呢 所以我们必须得把瓦揭开 把草根拿出来 把古建筑修好 把凤墨盐 不叫草子再进去 这样一干干了两年 我们终于可以对社会宣布 故宫博院1200栋古建筑上 没有一根草 随着环境的改善 故宫的游客逐年增多 故宫里渐渐开启了小卖部 做起了小生意 但在山西祥看来 过度的商业化 不仅增加了景区的安全隐患 更影响了游客的游览体验 这个门洞叫前清门 那么导游到这就会介绍 清代的皇帝就站这个门洞 前清门上早朝 那观众要一体验 往左边一看一个故宫商店 右边一个故宫商店 怎么体验这个意境啊 今天我们把它拆了 那么再有的就是御花园 御花园人们来了就累了 渴了 饿了 人们有商机了 就在这卖这汉堡包 这个卖烤肠 卖爆米花 于是人们买了 就站在那吃 坐在那吃 一到中午啊 整个御花园就是一个大食堂 空气都充满了爆米花烤肠的味 人们怎么体会这个古典园林的意境啊 我们把所有的这些食品都移到了 两侧建立观众服务中心 叫他们有尊严的休息 上纪祥介绍 未来故宫博物院将通过胡话文物举办展览 开发更多有价值的文化项目 把壮美的紫禁城完整地交给下一个600年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这样的下纜也就让篪 paper 到下纜的重碍 休息 積捏